中央中部地区台中和平山区也开始下雨起风了 而高山旅游的订房更当然是成为重灾区 福寿山农场的订房几乎是退光了 还有武林农场这几天的订房率也只剩下两成而已 业者表示房台准备很重要 还没有退订的旅客 农场也已经陆续开始联系他们劝退了 而另外还要看到在彰化的顶帆博地区 上次凯米台风来袭的期间 淹水灾情很严重 所以就有五金行业者 他们在工厂内架设其铁架 要在四周装设十一道的水闸门 就是为了防治淹水 福寿山农场波斯局盛开 民众想上山赏花请先还换 因为房台要紧 就怕台风禁逼狭带强风豪雨 预定住宿游客组容退房 原本十月二号前都是客满状态 如今订房率只剩下不到一成 高山地区已经有明显的风雨 除了加强客房的门窗排水 以及设施的巡视 现在苹果进入采收季节 也加紧抢收 布使福寿山农场定房率惨兮兮 园区枫叶逐渐转房的武林农场 这几天的定房率也只剩下两成 还没推定游客 农场已陆续联系劝退 另外大雪山八仙山及武林森林游乐区 十余后起预防性修园 谷关气雄等十三条自然步斗 也暂停开放 积极方台的还有彰化顶翻扑的 武林厂业者 在上回凯米台风期间 真的严怕了 光是机台维修就花了六十万 四个星期才信录完毕 目前看气象报告的话 我觉得是蛮严重的 有备无患 备告杂 同样严怕的还有这间水武林厂 上次台风损失超过两千万 业者花了五十万 加装十一个大铁价 把货品架高 并在工厂四周加装十一道防水闸门 公所同学派车运来沙包 甚至还有职场业者自飞买来 跌在门口 希望阻挡大水再度袭击 接着中部纵道